欢迎大家回到全面实业的频道,我是Nobu 在这边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因应这个新年 我们来讲解一下 我怎么将文字里面塞入我想要摆放的东西 然后这里都做了一个翻转的特效 那像这个过程呢 我就可以把它做成影片 这就是我们这次要讲解的重点 好,那我们就先来打开新的档案 开一个Rhyno 我们打开档案之后,我们先做好我们要做的素材 从前示图这边 我们先把素材先建立起来 我们用文字方块 那我就用 我举例的文字2023 然后 文字的字形,我用出体字一点 这样 那这个大小就随意你们去设定 用这样好了 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们的文字方块要炸开才会变成线条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素材 我就讲解这个2023这四个字 那这四个字要怎么把我们的所有东西建立在里面 好,来我们先把GraceHubber先打开 好,GraceHubber打开之后呢 我们先把四条曲线 先建立进去 2023 好,然后按右键 Set1Curve 按右键 0这个地方是两条线 所以SetMultipleCurves 然后这个是2 然后这个是3 好 那这样就把四条曲线先带入进去 我们从前试图看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先放往边 接下来建立一颗点 原点在这边 我先建立一下 原点 那我建立 阵列 阵列在这里 那因为他要面对我前试图嘛 所以我是Zx平面 Sz平面 OK 然后点的尺寸我先给3.00好了 这样 然后数量给30 30不够 这里给个50好了 50 然后这边给20 多做100好了 反正在大小里面都 可以看得到 那我这个地方先做2 那我接下来先把所有的点标出来 就是用一个Point 接在这个地方 这边我全部都隐藏了 留下Point 那我接下来就是要用这个 2023去框 这个点 好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之前都用什么 Point in Curve 在这个Curve里面这一颗 或者是 Point in Curve 在这里我就觉得有点麻烦 我其实有用过这几颗 后来我选择 另外一个方法做 我从这边解释一下 我用了一个方法 我从这个地方我先把这个 2023先拿出来 然后我用几出 Surface True 这样 那几出前我先把这个 Merge 起来 Sets里面 正常我们是用Merge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现在Merge里面他会在同一个 Path里面 我就想要让他分开 所以我会用这个 Entry 这个工具 那他这里有 我是选择 把他 Graft 他这个按右键这里可以把他 取消Flaught 然后就可以这样 他就是 Graft 一接 这个要按加好 这工具比较少看到我用 不过 我在这里我是这样用 然后呢 这时候我要先把这些线 先变成一个 Boundary surface 这样 你看这里就直接 2023的 曲面就直接出现了 然后挤出 然后往某个方向挤 那我现在这个方向是Y Y 然后 往这个方向是负的 所以我就是给一个 负数 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正的 不好意思 然后给一个30好了 这样 这样是不是就做出这个实体 那这个实体通过去 这个位置 我就可以去利用这个实体去框这些点 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工具我觉得还不错用 这个工具在 Surface里面 这里有一个工具叫做 Pointer InBrips 啊 好 然后这个 在这里面 所有的点在哪里 所有点是不是在 这个地方 那记得这个点 的结构我不需要 所以我在这里一次把它flutter 我按右键直接flutter 就好 OK 我就这样框进去 然后我就可以筛选出 这个点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现在筛选出的点的数量 这样 好啦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哦 他就跟你说True跟Force True跟Force就一样啦 这时候我们就要很直觉的用Dispatch 给他这样去 好啦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框起来的点 在A端的地方 这样 2023 的文字就框好啦 好 我这边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 OK 那 这个方法很特别 之前可能 没用过 然后可能 没有特别去讲解这个方式 好啦 这样就框好 这些是我要的 那我先这个的当作素材 我的事前准备 那接下来我要把我要塞入进去的 物件 因为我这中间这是新年快乐 四个中文字 那我一样回到我的 Rhyno 这边 我这边顺便讲解一下 我在旁边这里写一个新年快乐 文字方块 我就写新 新年快乐 那文字我就选 凡黑体好了 这样 小小的 那我一样我也是炸开啊 那 每一个文字我都把它 group一下 就群组一下 好 OK 这样我再选 比较好选 好啦 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文字 丢到这个位置里面 那怎么丢进去 一样 在Grathoffer里面你要带入嘛 好啦 我回头在Grathoffer这里 所以我再把这里文字把它带入 也是一样四个 啦 然后这一次我都用 SETMultiple 就是 复数的 OK 这样把文字带入之后 如果你想要做这个新年快乐的记号 你在后面可以再接一个curve 这样 然后这里打一个新 然后按一下油漆筒 接过去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字是什么 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接着打 我为了要帮他分类 所以我一样用一个 Entry 这个工具 然后把 右键把Flightimput 把它关闭 就是改成Grath的状态 我觉得这样分类起来比较方便 好啦然后接下来我一样 给他一个 Boundary surface 先把它建成一个面 那你看这些面 在乱到这边把它隐藏 这样就很明确 建成面 那可以给他 缩放尺寸或者是挤出 那我们先做缩放好了 因为面的缩放 比较容易 其实线也可以缩放了 那我们就 从这个地方做 来我们用这个 因为他现在是好几个东西嘛 他如果个别缩放的话 他会 这个 笔画都会各自缩放 所以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群组 把他group一下 然后group完之后呢 我们再用 Bounding bus 去量测这个group 你看他是不是整个 这个量他的group 中心点 在M2 中心点 好 然后transform的scale 中心点在这里scale这个group OK 那我们这个 放大缩小 我就用 0.5.000 这样 最少是缩小的 最大是5倍大 因为我不知道我等一下过去是大小是多少 对不对 好 那我这样scale之后 好 那通常应该是要缩小啦 因为我这样看这个比例应该是要缩小一点 好 没关系反正就这样 然后呢 接下来把它挤出 挤出 那你看啊 接下来这个地方的 资料 你用一个panel去看这个资料 你会发现 哇 它是group group 四个物件 一个物件 四个物件 那这个东西 若你拿去 is true 它是无法判定 它是什么东西的 你看啊 我这里这里也是用一个 why why 这样 然后 你看它是 不知道这个东西 要怎么挤出 因为它不认识这个group 它不像我们rhyno 你用group它是可以挤出的 那怎么办 解除这个group 所以在这个transform里面这里有一个 ongroup 你就这样解除 之后把它 is true 那 你看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有厚度了 不用这么多 我用 0.1.000 00 这样就好 0到1 我先用个0.3 厚度0.3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然后接下来要把 这个新年快乐 这个新丢到2 年丢到0 快丢到2 然后这个乐丢到3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它的资料结构 这是一个 这个案例有趣的地方 而且加上丢上去的时候 我如果东西太多 速度很慢 所以我在这里先做了一件事情 我先把所有的新年快乐 转网格 所以在Mesh里面 这里有一个 Mesh Brap 这个工具就是快速的转网格 它这里有一个setting 这个 里面它就自己有一个设定 那我现在这里不需要 我就 不用去动它这个东西 好 那接下来怎么办 把这个 网格 现在网格里面 你看它现在是 这里有四个网格 因为新年快乐 新的这个字就有四个 1234 四个物件 群组之后我才能 一整个新一起移动 所以 这时候要用到grouper 这个案例用了很多grouper 跟ungrouper 很有趣 这样grouper之后它就变成四个 所以我现在新年快乐 只要新对2 年对0 快对2 然后乐对3 对不对 所以grouper之后 用一个什么 定位我们都用这个 Transform里面的这个Orient 就把它 抓出来 那什么东西要定位 你可以知道了吗 就是这个grouper要定位 然后定位的起点 这时候你可以用 这个grouper 新年快乐的grouper 去找它的中心点 其实这个中心点在这也可以啦 不过我们通常就会再找一次 就用一个bonding bus 然后给它一个m2 这样 好了 中心点 好 然后这是终点 那通常这个地方有工作平面的东西我就会去给一个工作平面 这是sy 这也是sy 那通常它是需要 定义它的工作平面呢 这是 sz 然后这也是sz 这样过来 这样就没问题啦 有看到吗 新都跑上去了 然后年 快 乐 呵呵 OK 然后这字太大了 缩小 缩小 这个新这样看的就 比较清楚了 0.5 OK OK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新年快乐这几个字就这样定义上去了 蛮有趣的一个做法 然后呢 我先把这些隐藏 那我们接下来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地方 我如果说想要做翻转 那我是不是要定位上去之后再翻转 还是翻转之后再定位 这个时候 我通常 如果以这个案例来说我应该会先翻转再定位 因为定位 的数量很多嘛 之后再做会比较慢 所以我通常会做在这个 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group 我就直接在这个group这边做翻转 那我就用 Transform 这里有一个旋转 Rotate 旋转这个东西 然后A这里改成Degrees 这个地方 工作平面 旋转的工作平面更好就是SY工作平面 然后就用SY就好 然后旋转的中心点我们刚刚是group的这个地方 物件的group嘛 对不对 然后 中心点 这个中心点 好了 然后 度数呢我就给 90 我们先看一下0到90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新年快乐这样转 那我的 最小值我就是负的180 最大值就是 正的180 确定 可以看到 这样就从 后面这样 倒反的 倒反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转转转转 转到又倒反了 OK 好转到 0度就好了 0度 180转到这里 刚好就是新年快乐正的 OK 这样没问题 好 好啦 然后接下来我再取代掉这个 Orient 这个定位的地方 好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新的 这个地方 定位过后 如果旋转 的状态是这样 OK OK看到他旋转的效果 我可以看到这里哦 我把这个 最上层显示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翻转的效果 看一下 这样 OK 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好 那这个地方 大家理解怎么做之后 我们 结尾这里 介绍一下 怎么把它 补个颜色 好先把 Display那个颜色先拿出来 这地方 Custom Preview 这样 它全部都上 粉红色 然后接下来 这个Color 这个地方 这个我先上个渐程 我先做 黑白渐程好了 那因为我们全部要一起上色 其实 严格说来应该是 我这里先用个0.5 大家有看到这颜色哦 从0到黑的 全部一起上色 照理来说这边应该不要 只要结构了 所以应该是一个flatten OK 然后接下来 我就看 有几个数量 数量是几个 然后这里是0到1 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么多 从这里到这里 我把它定义成0到1 那我就先用个range 这个其实之前也有介绍过 这个地方按 这里 x-1 这个都知道 进来这个T 你就看它这个建成 就做好了 说复杂也还好啦 就这样 顺过去 然后这里可以去选 你喜欢的颜色 或者是RGB 或者是黑白相间 这个都可以具体去调 OK 然后最前面这个地方 做旋转 旋转的效果也是很有趣哦 那这个Graythropper的部分哦 我们就先 讲到这里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lider这个地方哦 你可以按右键 然后这里有个animate 就这样点下去 那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我现在 哦 东西很多 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 按确定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储存 这个frame的 党名 名称 那我是预设的不动 好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输入 JPG PNG BMP 都可以 他都有支援 我用JPG的 容量比较小 好 然后这个地方是他的解析度 解析度跟你这个视窗有关系 好 那我现在 视窗 不用太大 我用示范给大家看就好 我用800 然后乘600 或者是你这个可以按一下这个地方 按一下他就吻合这个解析度 吻合这个视窗的解析度 你可以自己设定 好 然后就是你的frame的 张数 好那他这个张数比如说你现在 180张 那你一秒钟要60张 那180张就大概是3秒钟这样 好就180张 然后按确定 OK 然后他在这里开始 他从这边用跑 然后这里就开始储存 他这个slider就从这个地方到这里他就切成180张 因为刚好是-180到0度嘛 所以他刚好就是 同步转一格 然后就储存一张 OK 这个速度还蛮快的 OK 储存好之后我从桌面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 他就把我们刚刚的这个过程啊 就是 用一张一张 然后储存这个仕途的方式 那你看他这个地方在翻转 那我这个做的太小了我把它做大一点 我这样 放大一点 可以看到 我们看这个2就知道 这样 那如果你现在再做一次 我再储存一次好了 那他这个地方正在翻转 那我从这边打开一下我之前做的一个 档案 那我就是用2023 然后翻转这个 字型 就是新年快乐然后Happy New Year翻转 然后最后呢就会合成一段 你就可以用你的合成软体合成小影片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 然后就 可以重复播放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好啦 那大家知道怎么操作就可以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一样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这次就讲到这里了 拜拜 咱们 不是 说完 动作 这次 感谢观看